富豪拿起新鲜的竹筒 用鼻孔仔细鉴定竹子的品质 确定好竹子比直且坚韧之后 富豪会用尺子量出所需的长度 并将多余的部分切断 这是竹制脚踏车的制作过程 竹子不仅有钢铁的韧性 更有钢制脚踏车无法匹及的吸震能力 富豪将切割好的竹子两端用打磨剂打磨 这样可以让竹子更好地嵌入钢铁接头 紧接着 富豪会用丙铜清洗剂清洗钢铁接头 这样可以让竹子与钢铁接头更好地融合 之后富豪会用测量工具 分别测量接头长度与竹子的深度 深度太深的话 工人会使用泡棉塞进行填充 并用还养树枝进行固定 下一步富豪小弟会将每个钢铁接头塞满塑料管 方便后续的还养树枝的填充 被接好管子的钢铁接头 富豪小弟会用准备好的竹子 将接头与竹子进行组装 直至脚踏车车架基本成型 连接处的竹子与接头并不能完全融合 所以导入还养树枝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富豪小弟会在每个接口处贴上特制胶布 这个胶布粘性较低方便了后续的拆除工作 贴好胶布的车架 富豪小弟会将准备好的还养树枝填满整个接口 为了方便观察填充情况 有的胶布需要特意开个孔子 经过12小时的静置之后就可以将胶布拆除 再将多余的塑料管切除 并对连接处打磨之后 就可以为车架涂上聚氨纸染料 聚氨纸可以让车架颜色更加鲜艳 也能更好保护车架 喷上鲜艳的油漆装上轮子 竹子脚踏车就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